好 另外来看到是中国时报的头版新闻 面对的国内外现在批评的声浪排山倒海而来 马英九总统在今天将会率领副总统下半场 土秘书长詹春博 行政院副院长邱正雄 中央在汉医院中心指挥官毛之国来亲上火线 召开两场的中外记者会 向国内外的媒体来说明救灾重建的进度 还有灾后救责的状况 并且会接受媒体的提问 试图要改变外界的观感 另外的国庆日也决定要停办了 马英九总统在十月要出访南太平洋友邦的高峰会 现在也倾向要取消 电话接不停 该准备的数据要赶快准备好 中央在汉医变中心要提供总统最完整的资讯 零日十天被骂惨了 马总统准备召开中外记者会 马总统上火线副院长邱正雄 指挥官毛治国全程相陪 总统将对全民发表重大谈话 一小时中文记者会结束 只隔二十分钟 国际记者会紧接着登场 报名参加的国际媒体已经超过五十人 要跟国内外发声 这只是危机处理第一步 总统府简讯不断传来 总统三场接见 照常举行 但通通改为不公开 说话被批评不得体 又没有同理心 敏感时机干脆关起门来 不让总统一言一行 瘫在阳光下 四海欢腾晚会已经取消 国庆日该怎么办 总统正在全盘思考 本来十一月要率团出访 南太元首高峰会 不及民众观感 总统也考虑不去了 就在以外 总统也正在挽救 上任以来最大的政治土石流 追求新闻底红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